金額是五萬元 從花蓮縣長傅崑奇手上接下資助金 十三個弱勢團體一續來到台前 感謝這位五星級縣長長期的資助 今天能夠第七度獲得五顆星的 這樣的一個殊榮 我們縣政團隊所有的這些螺絲釘 所有的這些基層的同僚 他們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們深刻的表達對大家的這樣的一個感謝 我們也會更加的努力 讓花蓮的明天會更好 率領師傅七千多名員工一起拍照留念 傅崑奇強調 施政表現之所以受到肯定 全靠縣府團隊跟鄉親力挺 才會七度蟬聯各縣市施政滿意度 五星等級的冠軍 我們希望整體花蓮的發展 已經在全台灣受到矚目 同時我們的進步 也讓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都能夠感受得到 我想身為花蓮的義工 有機會到新的府來種福田 是我畢生的榮幸 任內第十二度捐薪 傅崑奇捐出台幣約一千三百一十萬 而今年大方捐出了一百一十萬 分給十三個花蓮落實團體 傅崑奇強調要以花蓮終身義工 勤勉自己 帶領在地鄉親翻轉後山 扭轉偏鄉命運 記者五彩薪楊文欣花蓮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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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